四姐 沐总 跟你说过别提他了 不是 你看 你明天有情况去啊 沐总在说什么我听不懂 你们听懂了吗 听不懂 听不懂 那走吧 聊两句 没什么跟你聊了 你放我下来 黄金 黄金 沐总 我好 好 别让我说嘛 沐总 黄金 黄金 你开门哪 放开我 我知道你来这 是为了矿石样本 我也是 黄金 黄金 你这别吵了 对不起 你不是说牧师出的 检测报告没有问题吗 报告没问题 不代表矿石样本就没问题 我怀疑我们集团研究所 之前接触到的矿石样本 全是假的 一辆山 地区偏远 平时也属于管理 估计周边的工作人员 也都已经被我二叔收买了 那天之所以跟你吵架 是因为我二叔就在边上 所以 我就想一出戏给他看 让他以为我早就已经放弃了矿物研究 然后 我就可以亲自来这里采药 当时有什么不告诉我 你给我第一个眼神我就明白了 这不是怕你着急配合不好吗 那回家之后呢 你也没跟我解释 难道我担心我女朋友的安全 这也不对吗 本来是想等一切都结束了 带着样本回来告诉你 有点时间 我肯定给你一个满意的答复 我都不知道我该相信你哪句话 如果一切顺利的话 明天我应该就可以拿到矿石样本 那如果不顺利呢 能保证一定可以拿到样本吗 我现在只相信我自己 从矿区实地拿到的样本 矿区安保什么眼 你一个人去太危险了 我有非常丰富的野外经验 而且我不会深入到矿区内部 如果都这样 你还是执意不让我去 那我只能选择不相信你说的话 要么两个人一起去 要么我自己去 你管得住我吗 小霞 小霞 你到底跟谁一边的 绝对跟你一边 所以我们才绝对不能让你去山上探险 怎么着 想逃跑啊 我跟你说啊 你要是有个什么好歹的 我可没法跟几青交代 今天晚上啊 你跟小霞会轮班之手 你 你 你好玩 沐修伦 你有必要做到这种程度吗 我一定带姜本回来 我保证 我一定带姜本回来 哎呀 这说你吵架演技太好呢 还是说苏老师的疑心太重了 这要是换一般女孩的话 早就信了吧 如果单凭几句话他就信了 他就不是我喜欢的速记使了 对于科学家 有讲述证据 你还挺为他骄傲的 你一个人进山 真的没事啊 没问题 对了 之前交代你的事呢 在最终结果出来之前 不要声张 要严格保密 以防节外生枝 我知道 我知道这其中的利弊 如果我提前走漏丰盛的话 你和你二叔撕破了脸 如果能证明他作假还好 但如果 结果和你们判断的不一样 那他肯定会揪着不放 节外生枝 那你在牧师的地位 很可能就会动摇 所以说 这次必须得益水定音 不能再有任何意外 小白 这时你帮我做看着点 明白 小苏姐 你这么捂着不难受吗 不难受吗 舒服吗 你这么捂着不难受吗 冯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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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苏姐跑了 跑了 跑跑跑跑 跑了 这不可能呢 我守得好好的呀 肯定是你睡得太死了 我就逼了这一眼嘛 你给我看看里边还有没有 看他还在不在里边 跑跑跑跑跑跑跑了 看你 你 你 就 他 我是 冯哥 你 我 你 那个 我 我还是跟他说一声吧 免让他担心 这么早就进山了 我敢一敢一敢能赶上 我敢一敢一敢一敢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我和牧总进山徒步 晚上回来 无念 他俩不是吵架了吗 什么时候和好的 我们也不清楚呀 昨天牧总把苏姐扛回房间 他们俩在里面聊了老半天 出来牧总就说 让我们俩看住苏姐 别让她上山 结果还是让她给跑了 他俩这闹的是哪一处 不明白 他们俩为一件事去的 路上可能能碰见 互相照应没事的 人都已经跑了 现在只能这么安慰自己了 苏老师业外经验这么丰富 应该没什么 我呀 是怕他玩得太起兴 乐不思蜀 放心吧 这不是还有牧总了吗 他们这会儿 应该已经碰上了吧 我以为要去船长的 我以为要去船长的 我以为我不会